有意识的为人父母 很多孩子对他们的父母暗藏了愤怒和不满 主要的原因就是彼此关系的不真诚 无论父母是多么有意识的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孩子内心深处都渴望父母和他们相处时 能够像一个人而不是在扮演角色 对你的孩子也许你尽全力做好 做对了每一件事 但你再怎么尽力都不够 事实上如果你忽视了本体 你做再多都不够 小我对本体一无所知 而且深信借由不断地做 你最终会获得拯救 如果你在小我的掌控下 你会相信借由不断地做更多 你最终会积累足够的作为 让你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觉得圆满 但事实不然 你只会在做之中迷失了自己 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已经在做之中迷失了 由于做并没有根植于本体 所以一切作为都是无用的 那么你如何把本体带入繁忙的家庭生活 还有你和孩子的关系中呢 关键就是要关注你的孩子 所谓关注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称之为以外向为基础的关注 另外一种是无形的关注 以外向为基础的关注 始终是与做和评价有关的 你做功课了没 吃晚饭 把你的房间收拾好 刷牙 做这个 不要做那个 快点准备好 接下来 我们又要做什么 这个问题 基本上总结了很多人家庭生活的样貌 以外向为基础的关注 当然是有必要 而且正当的 但是如果你和孩子的关系 就仅止于此的话 那么关系中 最重要的一个项度就丢失了 本体就完全被作为所蒙蔽 就像耶稣说的 只关心世上的事 无形的关注 是与本体的那个面向不可分割的 它是如何运作的呢 当你看着孩子 倾听 碰触 或是帮助他们 做一些事的时候 你要保持警觉 定静 完全的临在 除了当下时刻的本然面貌之外 不期望任何其他的东西 这种方式 会让你创造一个属于本体的空间 在那一刻 如果你临在的话 你并不是一个父亲或母亲 你就成为 倾听 观看 触碰 甚至说话的那个警觉 定静 和临在 你就是 那个在作为之后的 本体 认出你孩子的本体 你是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对生活的掌控 不在于控制 而是在人性和本体之间 找到平衡 母亲 父亲 先生 太太 年轻 年老 你扮演的角色 你提供的功能 无论你做什么 都是属于人的范畴 这个范畴 有他自己的地位 并且需要得到尊崇 但是他的本身 对一个圆满的 真正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或是生活来说 是不足够的 无论你多么努力的尝试 或是你的成就如何 只有人性 是不够的 你还需要本体 本体是可以在意识本身的定静 和专注的临在中求得的 那个意识 就是你的本质 人是外相 本体 本体 则是无形无相的 两者 不可分割 而且是相互交织的 就人的层面而言 你毫无疑问地 比你的孩子优秀 因为 你比较高大 强壮 知道的也多 而且 能做更多的事 如果你所知道的 只限于这个层面 当然会觉得 比孩子来得优秀 继续是 无意识的 而且 你也会 无意识的 让你的孩子 觉得样样不如你 在你和孩子之间 没有平等 因为你们的关系当中 只看外相 而单就外相而言 你们两个 当然不平等 你也许很爱你的孩子 但是 你的爱 只是人类的爱 也就是说 有条件的 占有的 会间断的 只有超越了外相 在本体之内 你们是平等的 而只有当你在 自己的内在 找到了那个 无形无相的 像度之后 你们的关系 才有真正的爱 在其中 那个临在中的你 那个永恒的本我 就能够在 另一个人之中 辨识出他自己 而对方 在这里就是你的孩子 会感觉到被爱 也就是说 感觉到 他的本体 也被认出来了 爱就是在他人之内 辨识出你自己的本体 这样一来 在纯粹人类的范畴 外相的范畴中 我们与他人 都是独立存在的幻象 就昭然若揭 每个孩子 都渴望被爱 其实是渴望被认可 不是在外相的层面 而是在 本体的层面 被认可 如果父母认可的 只是孩子 作为人类的面相 而忽视 本体的面相的话 孩子就会感到 与父母的关系 有所不足 缺乏一些 绝对重要的事物 于是在孩子心里 就会累积痛苦 有时甚至是 无意识地 对父母怨恨不满 为什么 你不能认可我 这好像就是 孩子的痛苦 或怨恨的心声 当其他人 认出你本体的时候 经由你们两人 那么认可 就把本体的向度 更加完整地 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来 那就是 可以救赎 这个世界的爱 我所说的这些 是针对 你和你孩子之间的关系 当然 这同样地适用于 所有的人际关系 我们常听说 神就是爱 但这并不是 绝对的正确 神就是之一生命 在无数的生命形式之内 但却又超越他们 而爱 却允含着 二元对立 爱与被爱 主体和客体 所以 所谓爱 就是在 二元对立的世界中 辨认出 合一 而这就是 神在 有形 有象的世界中 诞生了 爱使得 这个世界 不那么 世俗化 密度 不那么 愁 浓 也让神圣的 面相 也就是 意识本身的光亮 更加地 从这个世界中 通透出来 放弃角色扮演 我们每个人在此 要学习的生活艺术中 最重要的一门课就是 在任何情况下 做好你需要做的事 但是 不要让它成为 你所认同的一个角色 如果你的行动 都是为了行动本身 而不是用来保护 加强 或是顺从 你角色的身份认同的话 那么 无论你做什么 你的力量都会 非常的强大 每一个角色 都是虚构的自我感 经由他 所有的事 都变成是针对个人的 而且 还会被心智制造的 渺小我 和他 当时扮演的角色 给腐化和扭曲了 在这个世界上 有权力地位的人 像政客 电视人物 商业和宗教的领袖 除了少数几个 特立独行的例外 他们大部分 都完全地认同自己的角色 他们也许被视为是VIP 但是 他们不过都是 小我游戏中 无意识的参与者 这个小我的游戏 看起来是如此的重要 但最终 还是缺乏真正的目的 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 它不过是 一个白痴 述缩的故事 充满了噪音和愤怒 无足轻重 令人惊讶的是 莎士比亚 没有看过电视 就能获知 这样的结论 如果这个地球的 小我戏码 有任何目的的话 这个目的 也是间接的 在这个地球上 创造更多的痛苦 虽然 绝大多数的痛苦 都是小我创造的 但它 最终 确实会毁灭小我的 痛苦 就是用来烧尽 小我的火焰 在不同角色 扮演的人格世界中 有少数人 不会投射 心智制造的形象 到外界 他们是从 较深入的 核心本体之中 来运作的 他们只是 简单地做自己 不会妄自尊大 这些人 有的时候 也会出现在 电视 媒体 和商业界 他们如此地 出类拔萃 是真的 唯一为这个世界 带来一些改变的人 他们会带来 新的意识 无论他们做什么 都会获得力量 因为他们的作为 是和整体的目标 都一致的 然而 他们的影响 却远超过 他们的所作所为 也远超过 他们的功能 他们单纯地临在 简单 自然 不做作 无论谁和他们接触 都会感受到 他们转化的力量 当你不扮演 角色时 你的所作所为 就没有自我 和小我 掺杂在其中 也就没有 隐含的目的 保护 或是强化 你的自我 因此 你的行动 会有更大的力量 你会全神贯注 在当前的情况上 你与他合一 你不会想借由他 而成为什么特定的人 当你完全是你自己的时候 你是最有力量 最有效率的 但是 不要试着 去做你自己 那又会成为 另外一个角色了 那个角色是 本然的 自发性的我 一旦你试着 想要成为特定的人物 你又是在 扮演一个角色了 做好你自己 是一个很好的忠告 但是 他也很可能误导你 心智 会插进来说 我来看看 我如何才能做我自己呢 然后 你的心智 就会制定出 我如何才能做我自己的 某种策略 这又是另一个角色了 我如何才能做我自己呢 这个问题事实上是错的 它意味着 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才能成为自己 然而 这个如何在这里 是不适用的 因为 你已经是你自己了 不要在 你已经是 的那个基础上 再加上 不必要的负累 但是 我还不知道 我是谁呢 我不知道 做我自己 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可以完全接受 不知道自己 是谁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剩下来的 就是 你是谁的 真貌了 那个在 人性之后的 本体 纯粹 潜能的领域 而不是一些 已经被定义了的 东西 放弃定义你自己 不管是对自己 还是对别人来说 你不但不会灭亡 反而还会重生 同时 不要在意别人怎么定义你 当他们定义你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在为自己设限 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 当你与他人互动的时候 不要只是扮演一个角色 或提供一个功能 而要成为一个 有意识临在的领域 为什么小我要扮演角色呢 这是因为一个 未受验证过的假设 一个基本的虞误 一个无意识的思想 那个思想就是 我是不够的 接下来 就是其他 无意识的思想 我需要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 我可以得到 让我能全然成为 自己的东西 我需要得到更多 所以 我才能成为更多 但是 你无法成为 比你之所以是更多 因为 在你的身体 和心理的形象之下 你是与生命 本身合一的 与本体合一的 在外在的形象上 你会 而且始终都会赐予某些人 或是优于某些人 但在本质上 你不会赐予 或是优于任何人 真正的自谦 都是从 这份了物中生起的 在小我的眼中 自尊和谦卑是矛盾的 在真理中 它们是 并无二致的 并态的小我 无论以何种形式展现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 小我本身 就是并态的 当我们看一下 古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字 并态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字 对小我来说 再适用也不过了 虽然这个字 通常是来描述 一种疾病的状态 它是从 Pethos 这个字根而来的 意思是受苦 当然 佛陀在2600年前 就已经发现了 人类状况的特征 就是受苦 然而 那些在小我掌控之下的人 并不能辨识出 受苦是痛苦的 还认为 它是在任何特定的状况下 唯一合理的反应 盲目的小我 是无法看到 它在自己和其他人身上 所加注的痛苦 不快乐 就是小我 创造的一种 广为流传的心理 情绪疾病 它是地球 环境污染的 内在对应 像愤怒 焦虑 仇恨 怨恨 不满足 羡慕 忌妒 等负面情境 已经 不被视为是负面的了 反而被合理化 并且进一步被曲解为 这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而是其他人 或是一些外在因素 所造成的 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 这是小我的暗示 小我 无法分辨一个状况本身 和我们 对那个状况的解释及反应 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不同 你可能说 多么糟糕的一天啊 但你并不了解 那个寒冷 风和雨 或是任何让你有反应的 情境本身 并不是糟糕的 他们就是那个样子 真正糟糕的是你的反应 你内在对他们的抗拒 还有因抗拒而产生的情绪 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所谓的好或坏 而是我们对他的想法 造成了好坏 有有甚者 小我还把受苦和负面反应 曲解为乐趣 因为就某种程度而言 小我本身 在其中获得了强化 举例来说 愤怒或怨恨 因为会增加分离感 加强对他人的分别心 而且会创造一个看起来 无比坚固的心理立场 我是对的 所以他们可以极为有效地 强化小我 当你被这些负面情绪 占有的时候 如果可以去观察 以身体内在生理方面的变化 你会发现这些情绪 是如何的妨碍心血管 消化和免疫系统 以及其他身体功能的运作 如果你能够观察到 这些变化的话 那么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 这些情绪实际上 真是非常病态的 它们是一种形式的受苦 毫无乐趣可言 每当你出在一个 负面状态的时候 你的内在 其实有一部分 是在寻求负面的事物 并且视它为乐趣 或是相信它 可以帮助你得偿所愿 要不然的话 谁会一直抱持着 负面情绪不放 让自己和其他人 都陷入惨境 而且在身体上 创造疾病 因此 每当你发现 自己内在 有负面心态时 如果那一刻 你能够了解到 在你之内 有一部分 是把这些负面事物 视为乐趣 并且相信它是有用的 那么你就已经直接地 察觉到了你的小我了 当这种情形发生时 你的认同就从小我 转到了觉知 这也意味着小我在缩减 而觉知在增长 如果在负面情绪中 你当时就能够了解到 此刻 我正在为自己创造痛苦 这份觉知 就足以让你超越 被制约的小我状态 和它产生的 反应的限制 随觉知状态 而到来的 无限可能性 将被开启 让你看到 有其他更具智慧的方式 来应对任何情况 在那一刻 当你看到 你的不快乐 是缺乏智慧的时候 你就能够自由地 放下这个不快乐 负面心态是不明智的 它总是来自于小我 小我也许很聪明 但是它没有智慧 小聪明会追求 它自己小小的目标 而智慧却能够看见 连接所有万事万物的 较大整体 小聪明 小聪明是被自我利益 所驱使的 而且它非常的短视尽力 多数的政客和商人 都很聪明 但很少是有智慧的 利用聪明而获得的东西 都是短暂的 而且最后总是会导致 自我挫败 聪明 导向分离 智慧 包容万物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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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